大家好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成就攻略 熔极雪山亦获取加热物雪山迷踪96-98 多冷的熔冬没人讲出的故事一个冬天的 童话 璃月人物天球宝记 95 善变核数 熔极雪山大雪珠 99-100 猎人变成了六物冷静点 嘿嘿大家好 这期视频是雪伤的 大概整理成就的时候发现 璃月还有一个 成就没有拿 所以这期视频是 璃月的 我们先打开地图 来到璃月长 冒险家协会这边找到狼姐要他对话 对完话之后 我们会接到这任务天球宝器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天寒商上房间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方向 从这下来 跟随任务指引先来清波钻 来捡一道 好 我们会拿到一张藏宝图 嗯 他要我们去找宝藏 来我们方毕 之后打开地图 这一次我们要来到顿玉玲的齐天神像这 到了齐天神像之后 然后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从这飞下去 如果这里那个解谜任务没做的话 这里会有水把神像负债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不下去 来我们一直朝着北方向飞 要飞到前面那个红帐篷的 就章鱼前面的 到这之后我们这样招作 红帐篷旁边 近人倒塌的柱子这 有A的地方我们来调查一下 当到时候我们去找宝藏 我们先关闭 有上处位置 我们A出一出来 首先我们把视角撞到西南方向 我们最终是要去那 但我们可以绕一了圈 这是任务宝像 我们重新把西南方向走 我下角TSD的悬崖 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一处指引点 来我们调查一下 为了挖掘随着精致宝箱 开启 留下宝箱之后 再把视线撞到我们的西南方向 我会跟上的 先来开启这边技能宝箱 现在来开启这边技能宝箱 这会挖掘之后会出波段 来进取接兔 呃就不减了吧 我对啊 来我们拆起技能宝箱 开启饭箱之后朝哪唱 我们去到最后一处啊 保典六师 我会盯上的 我们走桌来 调查有哪一项工作师 挖掘一下 挖掘 有所收获 好 接任务就完成 我们回去交任务吧 打开地图 归到黎月档进入奇皮点 到了奇皮点之后 我们进直抄前走 去和郎姐交任务 来回到对话 好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会获得仓量之变移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这个 吹掘破下房地的奇皮点 到奇皮点之后 不用动方向 直接朝前走 然后跳下来 我们来到这个电起石这 拿出我们刚才获得的仓量之变移 把它放置在电器水淀着 之后我们 像里面加东西 加什么都行 你用不到的 加多150个 然后进行自变 这样等它到百分之百就行 好 我们就能获得这些成就 上变和书 以及一堆材料 我们正式开始收集雪伤的天地望向成就 因为难度较大 所以我们一直换到了现在 我们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安博 再准备一个雪少的角色 第一个成就是因为吉航值被冻死 就是角色雪条上面那个狼条 狼条满了之后就会持续拖 然后是雪伤的天机望向成就 大家会在两到三天之内登星完毕 之后会增星蒙德和离月地区的每日任务成就 因为有些我没有录到素材 所以只能以图片形式来讲 好的 拿到我们的第一的成就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复雪之路上房地的棋笔点 我们去接一个任务 好 来到棋笔点之后 我们镜子抄前走 去找一个叫乔姬的小孩 来 我们过来和他对话 对话之后我们 征随任务指引 来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这个七天神像处 雪山的七天神像 到了七天神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南方向 从这跳下去 然后开刺吧 飞到G的下面就有了桑洞 朝下看 我们来找他爸爸的笔记 这里有波拽 如果速度出来的话可以用打怪 来 我们阅读 好的 来清一道吧 好 阅读这本笔记我们来 好 阅读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任务最终 之后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心盈洞图 左上角这个棋笔点 到了棋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南方向 从这儿走 跟随任务指引 好好找到这里 然后沿着这条雪路 一直朝前走 来到这儿之后 我们换出安博 先来把这个雪堆融化掉 之后快点跑出去 就不用出发转物了 我们来阅读一下 后台也拿到了 好 阅读完成之后 我们再单纯任务指引 打开地图 回到接着七天神像者 到了七天神像之后 我们向后撞 我们不跳下去 走左边这一路 贴着这些剑房朝 动筹走 下一下蒙读斯 不说这有风暴的话 是因为 累着伤中有物的合集 没有说 来我们走 右边这条 这边原来有刷大石头 我们把它打破一下 我们走进来 来这先点这火吧 看来吧 之后来 调查一下这些笔记 调查完成之后 他将我们帮他喂小狐狸 这是一个隐藏的成就 需要树莓 我们来点击投喂 在这 一直喂五天 中途可以断 但是不能杀死你的小狐狸 杀死得重新来 五天之后可以拿到一个宝箱 加一个成就 好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复雪之路这些的提笔点 我们先去交任务 冒险冒险 来我们找他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就能获得四寸原石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之后来到复雪之路左下方的提笔点 下一阵我需要我们在雪队里面开出冰晶碟 我会带你们一队一队的走 开到冰晶碟之后就能拿到你的成就 这是第一阵 然后我们转向西方向 来这 这是第二阵 开了这个之后我们朝东北方向走 去抬第三阵 开出冰晶碟就能获得这一阵成就 这是我们得这一阵视频的最后一阵成就 开到就可以挑到下一批了 来我们第三阵 又没躲看 接着开好之后我们朝南方向走 我们贴了这条河走 到了这之后把寺导转到东南方向 这是我们的第四的学队 来融化一下 我在这拿到的成就 我在带大家走下 走剩下的那一阵学队吧 我们打开地处 来到齐点成像处 到了齐点成像之后 我们不用动方向 朝前飞 还是蒙德成的飞 然后朝我脚下看 开始降刀度 来到这个门前面 这是我们的第五出学队 我们来融化一下 好我们再打开地处 这次我们要来到棉龙族 左边右边这个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从这跳下来 我们来开接着学队 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是宝箱 若又怎能开出来 我们开一下 好我们再把视线撞到西北方向 来开这个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处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处 我们来到棉龙族 左上方界的棋皮点 我们来到棉龙族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游坐这条河 在河的对岸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些学队 来我们融化一下 好的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跟得上我吗 跟得上跟得上 然后我们再朝前走 来比赛吧 在这个小坡下面 是我们的这些学队 这些学队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这个 棉龙族 刚才记得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西南方向 沿着这条路走 飞过来 之后就一直沿着这条路 朝前走 来比赛吧 诶 转座的技术方就能唱到 我们的下一个学队了 来我们融化一下 之后我们再爬上 敌的上面 诶 再朝前走 在秋秋冰台网 这是我们的下一处学队 我来融化一下 这是我第二处 胎出冰鹰蝶的地方 之后我们打开地处 来到这个雪藏之都 上房地的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然后朝前走 跟着转我吗 诶 然后我们爬上来 就能唱到我们的下一处学队了 然后我们融化一下 这要是第三处我 台出那个冰鹰蝶的地址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新营洞窟这里的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我们直接朝前面飞 我可是忙得上的飞行冠军 来到这个雪队处 我们来融化一下 之后再朝前走 跟着上我吗 来融化这的雪队 好 接着融化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新营洞窟右边 记得棋皮点 我们的最后两处雪队 到了这之后 我们把实线撞到西北方向 然后我们融化一下接着雪队 旁边的接着冰墙 是要做了伤中之物 接着融舞之后才会那个解锁的 现在我们进谷去 接着雪队融化之后 我们朝南方向走 我们的最后一处雪队 梦写梦写 我们融化之后就拆完了 如果都没有拆到冰金碟 那就小伙伴只能得到明天了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融极雪山 世界boss 大雪珠的引他成就 我们需要在都有里面 准备一处火元素角色 再准备一路输出角色 好准备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融姬雪山 起坑神像 借着漆皮点 到了漆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东南方向 从这飞 我们要飞到前面那个地方 先开一只热源激光 因为怕有的小伙伴强度不够 可能因为寄航值被冻死 就在钟离下面那 脚下面那里的红色的点 我们降噪度 这有一颗热源激光 开了之后就能在这儿减少几样子 好我们沿途路上来 这有三只野猪 我们需要把它先 外面的冰先融化 然后 把它击杀 这是第一只 然后这是第二只 就是这种感觉 来第三只 三只都击杀之后 把外面冰都融化 就会出现 这个雪伤的猪王 然后我们 这个 成下意思了 因为拿出钟离来 就假的入热金汤了 等一下 等钟离的顿掉 就是如若那个 嗯 几行纸满了的小伙伴 所以下来 来这 削弱一下几行纸 我们 我们再回去找他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的成就是 有一个角色被大雪猪击杀 好的 拿到这个成就之后 我们来压他的血量 给人一击 把他击杀 第二的成就是要在 他 黄暴的时候 把他击杀 就是这样 眼睛变红了已经 安如盆雪 我们来压他的血量 在他冲刺或者是 那个 就当才 召唤出一群野猪的时候 把他击杀 就能获得 列成就 冷定的 第一次把他击败 我们 还能获得 一个成就 国王赤者 不过他没有算在 天地望向里面 这些成就是 挑战者里面的 我会带小伙伴们 在后面拿 小伙伴们 分享一个 好消息 这是我们 达的 第一百个成就 记得关注再走哦